这两天,美国有个民意调查很有意思,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。 这份民意调查说,中美建交四十多年以来,在去年,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急剧下跌。 跌到什么状态呢?大概只有20%的美国民众对中国人抱有好感。 这个数字比前一年下跌了13%,而且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,以往各年的调查结果,美国民众大概都有40%到50%对中国抱有好感。 可以说,过去一年,美国民众的好感度是断崖式下跌。 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,可能多少有点担心,美国老百姓为什么对我国好感度下降这么多呢? 难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吗? 其实,有的时候真相恰恰相反,恐怕正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,所以它对我们的好感度才会下降。 其实有时候,我倒想反过来问一问,有多少中国老百姓对美国对美国人抱有好感度呢? 为什么过去一年,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这么多? 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。 首先第一,就是美国上届政府的推波助澜。 以前我们经常讲,四年之前,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,美国社会被撕裂得更加深了。 实际上,不光是美国社会深受其害,国际关系也不慌多让啊。 特朗普在位这四年,全球到处煽风点火,不但跟对手的关系不好,跟盟友的关系也不好。 尤其是,为了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选票,更多的支持,特朗普把近些年来美国产业空心化,美国经济的下挫,甚至美国应对疫情的失败,通通的把帽子扣到了中国身上。 特朗普说,你看,中国制造业太强了,所以抢了美国制造业的饭碗。 中国生产的产品太好,太多,太便宜了,所以美国人没法赚到钱了。 尤其是这场疫情啊,大家回忆一下,特朗普嘴中基本就没有好词。 一会儿他说,这是中国病毒,一会儿他说,这是功夫流感。 再加上,美国有大量的反制教育,教育出来的,什么都不懂的年轻人。 特朗普怎么说,他们就怎么信,于是还真的有大把的美国人相信啊,哎呀,这个病毒是中国带来的。 中国你一方面赚了我的钱,抢了我的工作机会,另一方面把这个病毒带给我们,让我们吃不起饭,赚不了钱,甚至有大量的死亡病率。 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啊,今天在美国有一股非常强大的歧视亚裔的活动。 很多美国底层老百姓对亚裔简直是无差别的攻击。 只要你长着一个亚洲面孔,他就突然上去把你推倒在地,或者抢走你的财物,或者直接跟你喊,让你滚回到亚洲去。 而这一切都是美国上届政府民粹主义截下的恶果。 说实话,疫情对于很多国家打击都很严重,但是别的国家没有爆发像美国这样歧视亚裔的行为。 为什么?别的国家应对疫情相对是比较理性的。 大家知道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,而对于相当部分的美国底层民众来讲,这是中国传给他们的病毒。 难怪他们对中国好感度下跌。 而另一方面,不光美国联邦政府有许多恶行,美国的新闻媒体也没起什么好作用。 按道理讲,在过去的2020年,中国给世界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。 一方面,我们最迅速的扑灭了疫情,告诉其他各国,其实疫情并不可怕呀,你只要按照我们的方法一定可以抗击住疫情的。 东亚有很多国家,表现的也都是非常好的。 另一方面,控制住疫情之后,我们迅速的复工复产,为整个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口罩,呼吸机,防护服这样的抗疫物资。 咱都甭说别的国家,光美国,我们就出口给他了几百亿个口罩啊。 疫情后期,中国的疫苗,现在已经提供给了全球80个国家呀。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。 然而,中国所有这些正面的积极的形象,美国媒体宣传过吗? 西方媒体宣传过吗? 最近,我们获得了一个新名词,什么呢? 阴间律境。 是的,美国的媒体,西方的媒体,从来就是带着阴间律境来报道中国事务的。 明明,我们抗击疫情取得了那么辉煌的成就,全国14亿人口,万众一新,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。 然而,美国老百姓知道吗? 西方老百姓看到了吗? 没有。 在他们眼中,你要是掉了一地手机,他们巴不得天天报道,可是你迅速战胜疫情这个事,他们提都不提。 就在前些日子,美国有个机构,还搞出了个全球抗疫的排行榜,这得多昧着良心啊,才把我国的抗疫表现排在后面局。 没办法。 西方底层老百姓在求学的时候,接受的是愚民教育和反制教育。 当他们成年之后,他们也只能接受媒体灌输给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想法。 西方的媒体掌控新闻的能力,实际上是相当强大的。 今天,你如果在西方的所谓自由的媒体上,发表一个文章,写一个推文,或者写一本书,表彰中国的抗疫成就,你恐怕马上会被封号的。 所以难怪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好感度骤降啊,因为在他们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下,他们根本看不到我们是如何战胜疫情的,我们是如何做出重大贡献的。 在他们以为我们就是一个疫情的传播者呀。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,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因素,什么呢? 我们自身实力实在太强了。 强到让美国人都担忧了。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,我们是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成长的主要经济体。 2020年,我国GDP迈上了100万亿人民币的高峰。 很多西方学者智库都说,再过5年到8年,中国的GDP将彻底超越美国。 这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了,而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。 说实话,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,美国那个GDP是相当虚的。 如果按购买力评价算,我国GDP早就超越美国了。 所以,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,他们似乎不能接受,领先全球100多年的地位将在未来5到8年之内被中国取代。 说实话,我们多少也能理解他们这种心态。 好比说,你有一个穷亲戚,过去几十年啊,那个收入比你低几十倍之多。 你从来就没拿正眼瞧过他。 甚至街长不短的啊,逢年过节,你还得施舍他家钱。 然而,人家凭着这几十年的奋斗,慢慢的经济成就已经要超越你了。 收入比你多了,房子比你大了,车比你好了。 你将会用一种什么眼光看他呢? 对于很多人来讲,恐怕在短时间之内,没法接受自己的穷亲戚,会有一天比自己还富裕。 美国人今天面临的也是这样一个状态啊。 一方面,自己产业空心化,大量的生产线外迁,国内种族矛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,美国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差。 这是真的呀,美国自己的调研说,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,美国底层老百姓和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在下降的。 而另一方面,一个在六七十年代一贫如洗的大国,突然变成世界首富了。 这个大国生产的产品供应全世界,离开中国产品,全世界将无法过活。 所以,对于很多美国老百姓来讲啊,短时间内很难接纳这个事实。 其实,我们对比一下美国人对印度的感觉,大家就看得出来了。 美国人防着印度吗?绝对不防着。 美国今天经济界也好,政界也好,有大量的印度裔存在。 硅谷的各大互联网企业,从中高层到CEO都是印度裔。 甚至印度裔已经担任美国副总统了。 前两天,拜登发表演讲的时候还笑称啊,印度人正在接管美国。 要说印度裔在美国的影响力可远比华裔亚裔大的多。 但是,为什么美国老百姓不担心印度崛起?原因很简单。 他们知道,印度根本就崛起不了啊。 到今天,印度的人均GDP大概只有我国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。 对于大量的美国老百姓看来,印度历史上就是英国的普通之国。 今天也不过是美国的普通之国而已。 美国干的是大量收割印度的经营。 你印度学习好的小孩,千辛万苦的考到美国来留学,太好了。 将来你就入美国籍吧,你给美国服务吧。 我根本不担心印度作为一个大国会崛起,会取代美国的地位。 所以,对于这样一个大而无害的国家,有什么可担心的? 当然有很多好感了。 然而,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强势崛起的大国, 美国普通老百姓当然要害怕,当然不会存有太多好感了。 套句俗话啊,无遭人度是庸才。 你要成功,你要比别人强,你就必须忍受他人不友善的目光。 没办法,这个世界还是弱肉强食的。 只不过,我们对于未来也没必要有太多担心。 对于每一个人的成长来说,我们固然要看周边人的目光, 维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但是我们更应当清楚,对于一个个人的发展而言, 做强做大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 当你真正强大之后,当你真正成为第一之后, 以往那些怀疑恐惧的目光都会发生变化的。 所以,美国老百姓对中国好感度下降, 这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 也许未来的三五年,这种好感度会继续下降。 但是,当我们真真正正做到世界第一之后, 当我们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全世界的赞许和认可之后, 当美国老百姓真正认识到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之后, 这个好感度还是会回来的。 因为这个世界始终是崇拜强者的。 赵吕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。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